的轿车平台滴滴出行在官方微博上发表声明 表示公司配合国家网络安全审查进行全面整改 经过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的同意 未来即将恢复滴滴出行的新用户注册 中国监管机构2021年从应用城市商店下架滴滴出行 北京最快下周允许滴滴的APP再度重返安卓和苹果商店 自从滴滴出行赴美上市以来 不仅被中国政府施压 不到一年时间就草草下市 还被监管机构盯上爆出违法收集个人讯息 长期无法摆脱网络安全问题 2022年底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态支持平台经济和民营经济 如今滴滴解禁象征中国两年以来的科技监管风波可能告一段落